欢迎大家来到成岳观点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这个分享 李光耀观天下 这本书的第四章的第二部分 那第四章的第二部分呢 讲的是朝鲜半岛问题 那就是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 朝鲜半岛呢 一直是东北亚的热点问题 那表面上看呢 是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 这个朝韩民族的这个问题 那事实上呢 它的背后呢 是有大国博弈 那包括像我们都知道的朝鲜战争 那它像中国呢 有参与抗美援朝 那美国呢支持韩国 中国呢支持朝鲜 那曾经呢打过一场战役 之前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胡锦涛时代呢 事实上中国和 中国美国那韩国 这个朝鲜日本和俄罗斯呢 一起有过六方会谈 那主要的任务是 使得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一进程 这几年呢 朝韩问题依旧是热点问题 那美国呢 一直去对朝鲜进行 主导着这个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由于朝鲜呢 有过好几次的这个核武器试验问题 他中国呢 曾经在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的联合国大会上面呢 投了赞成票 因此朝鲜目前的经济的情况呢 是非常的糟糕 那朝鲜呢 作为世界的主要的这个火药桶之一啊 那每时每刻呢 似乎都有着战争的风险 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看 李光耀在他的书中是如何描述朝鲜半岛啊 以及呢 他背后的这两大啊 两大这个主要的玩家啊 中美这两个玩家的一些他的看法啊 呃 在开篇的部分呢 他提到了 其实朝鲜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啊 那他主要指的是呢 这个朝鲜的人民呢 几乎与世的隔绝啊 那他也觉得呢 朝鲜几乎是全世界治理最差的国家之一啊 因为朝鲜的老百姓呢 他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啊 无法达到那老百姓呢 吃不饱饭 那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啊 你老百姓饿肚子 那你这个 呃 统治者是承担责任啊 那呃 李光耀在开篇的部分呢 他就对朝鲜问题呢 进行了预测 他认为呢 呃 我的总结呢 是朝鲜呢 是一步死骑啊 很难走的活 呃 他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 朝鲜半岛的局势 估计将保持不变 因为眼前并没有什么 可以改变 现有这种军事的强烈动力啊 关注朝鲜问题的各方 包括中国和美国 几乎都不希望看到 战争爆发 或者和平统一的情况出现 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这其中的风险呢 太大了 那他的意思是 朝鲜半岛保持目前的局势 那如果往左走一点呢 那可能会打仗 那如果是朝鲜半岛 在爆发战争呢 那中美是否会被卷入其中啊 那我想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希望被卷到战争之中啊 那呃另外呢 我如果往右边走一点呢 那朝韩半岛呢 可能会加速统一的进程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朝鲜 统一的国家啊 那后来呢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呢 分裂成两个国家 那如果朝鲜半岛呢 实现了统一 那无论对中国对美国呢 那李光耀在书中呢 他的观点认为呢 都不希望看到 所以呢 朝鲜半岛看似动荡不安 但是现在这种微妙的平衡 恰是各方利益的一个啊 这个拉扯的过程中的一种啊 利益的最佳的一种表现吧 或者最大利益的一个总和 嗯 朝鲜呢 李光耀在书中认为 朝鲜本身呢 也不希望重蹈负责 就像1950年那样啊 向韩国进行宣战啊 那导致呢 整个朝鲜半岛呢 生灵涂炭啊 嗯 如果相信打仗的时候啊 打仗军备胜过一切的话 那就会犯了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所犯的这种错误啊 当时的日本人呢 他认为在整个的太平洋战争当中呢 他能够击毁啊 摧毁美国在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当中的这个军事力量啊 海军力量 那在战争中呢 日本会取得绝对的优势 但是日本在评估军事力量的时候呢 他没有考虑到 美国具有非常强劲的工业生产能力 所以呢 一支舰队被日本给打垮之后 那美国可以迅速的再生产很多这样的舰队 甚至呢 可以生产的更多啊 因此 他们没有多长 用多长时间 就重新站了起来 对日本进行反击 那到头来决定国家实力的呢 是工业产能啊 不是军舰和枪炮的多少 那所以呢 他觉得朝鲜人并不笨啊 那呃 因为如果一旦发动战争 朝鲜的工业生产能力 那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弱的啊 所以呢 这对他们是不利的啊 呃 他在当中呢 还提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对韩国而言 两个主要的问题 从朝鲜的角度讲 不想发生战争 从中国的角度讲 不想发生战争 从美国的角度讲 也不想发生战争 那对于韩国来说的话呢 他当然也不想发生战争 但是韩国他希望 现在就加速啊 这个南北朝之间的统一竞争嘛 那李光耀先生认为呢 呃 实际上韩国人也不希望 那他的分析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呢 是如果加速韩朝的统一竞争 那么他可能会带来战争的风险 由于这个韩国的首都首尔呢 在朝鲜的火箭炮的射程之内 因此战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冒险的 就算韩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但是韩国的首都首尔 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呢 被摧毁 而韩国有约五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20%的人口呢 居住在首尔 呃 可是呢 韩国人也不一定就喜欢和平统一 因为刚才讲的是这种武力统一 那和平统一韩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呢 呃 其实这里面的话 就是涉及到了一个经济利益的问题 啊 经济代价过于沉重 呃 这里面他提到 韩国人认定的这种和平统一 假如双方啊 签署协议 说我们要和平统一啊 这样一个呃 行为的话 那么整个韩国的经济代价会非常的大 因此他们宁可暂时将这种趋势呢 缓一缓 那朝鲜为韩国带来的问题 将比东德为西德带来的问题呢 要严重很多倍 因为朝鲜比东德的情况更加的糟糕 而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至今仍然没有摆脱 那统一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呢 让朝鲜这个和韩国呢 重新统一的话呢 那韩国呃 可能会说我们当然希望统一 但是呢 我们会 我如果让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那接济啊 这个给朝鲜这个经济的支持呢 那可能呢 呃 特别是要维持朝鲜到韩国这样的生活水平 那对韩国来说 经济的代价会非常的沉重 那韩国人民呢 可能也未必会接受 啊 那因此最佳的一种情况呢 朝鲜半岛的统一最佳情况呢 韩国人可能会希望朝鲜呢 逐步啊 走向开放 包括朝鲜的朝鲜半岛的这个非核化进程 那能够开展 那朝鲜的社会呢 能够开放 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 并且呢 在隔一段时间啊 隔一个较长的时间啊 等到朝鲜的经济通过这种改革开放的策略呢 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 再进行统一 那所以说 从各方面的这种分析来说 无论是战争或者加速统一 似乎都不满足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 那因此呢 朝鲜半岛就是一盘死骑 那就维持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啊 美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 美国看法呢 是啊 这个曾经在因为在上个世纪啊 这个五十年代 朝鲜战争中呢 那中国和美国交手 那因此呢 美国对朝鲜半岛的现状呢 可能也不会觉得不满意啊 不然对他们来说呢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可能都会更加的糟糕 因为现在的美国在整个伊拉克和阿富汗呢 还在是应该说是一种战争状态 陷入到这样一种战争的泥潭当中 还没有还不可自拔啊 那如果朝鲜半岛再发生战争 那美国呢 在多线进行作战的情况下 那对美国呢 也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啊冲击 无论从财力上 还是从这个人员伤亡上啊 那呃在美国的看法的后一部分呢 讲究的是中国的看法 那这一部分呢 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 就是如果呃这个朝鲜半岛 无论是统一或者是发生战争呢 对中国而言的话 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变数 那中国呢 希望朝鲜半岛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啊 不要发生一个大的一个变局啊 呃 这是一个这个呢 我们分析的是跟朝鲜周边的主要 这个相关国家的一个呃 一种思考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 李公耀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那就是朝鲜人怎么思考的啊 朝鲜人他怎么看啊 怎么特别是朝鲜人怎么看中国啊 李公耀认为呢 他说这个啊 他试图站在朝鲜人的立场来思考这件事情 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说啊 中国人会对朝鲜施压 但是呢 朝鲜倒下啊 对中国人没有好处 那朝鲜为何要啊 这个就是言听计从啊 就是意思要听中国的话呢 那曾经在利比亚发生的这个遭遇 必定让朝鲜更加的坚定 坚持不放弃核武器 那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策略啊 因为当年的这个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呢 向西方进行了低头 放弃了核武器 结果在国内爆发了叛乱 那无法阻止法国和美国介入支持叛乱分子 于是卡扎菲在2011年的时候 2011年10月呢遭叛乱分子处决 他的下场呢 让金氏家族朝鲜的这个领导人呢 他的成员呢不寒而栗啊 在朝鲜半岛的这一部分呢 因为朝鲜问题呢 是个热点问题啊 就是说一直呢 有战争的风险 所以说前面一大部分呢 都在讲这一块的内容 那在这一部分的最后的几段里面呢 那李光尔先生呢 提出了两点啊 第一点呢 他提到了韩国的成功啊 其实韩国作为当年的这个亚洲经济发展的 也算是一个奇迹啊 特别韩国的制造业啊 电子业 那韩国的各种财团 像现代集团 三星电子等等 都非常的成功啊 那他认为呢 对于一个拥有五千万五千万人口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呢 拥有非常强劲的科技能力 那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还在这一段的后面呢 提到了整个朝鲜民族 那他的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啊 他说到这个朝鲜民族呢 是该地区最强悍的民族之一 那他觉得呢 他认为呢 是当年的这个蒙古大军啊 四处征战之时呢 就止步于朝鲜半岛 因为他们在渡海侵略日本的时候 遇到了阻碍 当中许多人 索性就在朝鲜半岛定居 那因此呢 朝鲜族当中 他其实是拥有中亚 中亚民族的这个 骁勇善战者的这种血统 因为他们呢 是一种顽强的民族 而现在的韩国呢 他的人民教育水平很高 那刻苦勤奋 并且注重考试 因此呢 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保持了一个很高的素质啊 那在这个 这一部分的最后呢 呃两段呢 他提到了韩国面临 目前面临的问题啊 那就是韩国的人口问题 他说这个首先呢 呃 韩国必须密切留意 人口的总体趋势 那韩国的生育率也相当的低 但是他比日本更愿意接纳外国人啊 就是接受移民 这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优势啊 韩国人必须不断的想办法填补婴儿的短缺 确保国家长期的啊向前发展 呃 这一部分呢 讲到的韩国啊 以及呢 他在全球发展过程中 他可能面临的问题 还有他目前所具备的优势啊 就是就是国家财团 那他问题呢 核心是人口问题啊 那在这一部分朝鲜朝鲜半岛的问题的这个后面呢 是海峡时报啊 去采访李光耀先生 那其中有几个问题呢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第一个呢 记者问到说那个李光耀先生您认 您认不认为朝鲜半岛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呢 会有战争爆发啊 那李光耀先生认为呢 他觉得不会啊 不会有战争爆发 因为他说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就是我们在呃 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去核心的分析了 对于各方关于战争和统一啊 他们的一些看法 所以呢 似乎现在这样一种僵局 那也是各方面希望维持的一种 这个终局的一种状态 因为无论局势往哪一个方向进行摇摆和改变 那对各方呢 都非常的不利啊 呃 有趣的是在这个提问当中呢 记者问了一个对比啊 就是对比这个朝鲜领导人来说 那利比亚在文中我们有介绍是前车之箭 就是他不会放弃核武器 那么记者说到缅甸啊 是否也有什么能让朝鲜进行借鉴的 因为缅甸呢 他的政权呢 也进行了啊 同样的也进行了改变 然后这个呃 李光先生说缅甸的将领觉得自己正在原地踏步 他们看到了泰国人所取得的进展 并且认定呢 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 因为这样的话呢 迟早会垮台 但是朝鲜人和缅甸人不同 他们有不同的文化 那些裹着沙龙啊 带着头饰的缅甸将领 怎么看都没有那么的冷酷和刚毅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啊 那也就意味着呢 缅甸和朝鲜的政治走向会非常的不一样 那李光耀呢 在他的个人的观点当中呢 他认为这跟他的 这跟这个民族的性格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呃 在这个记者问题的后面呢 那我们也也看到啊 记者问了一个关于朝鲜半岛的一个呃 特别是韩国对朝鲜的政策里面一个 经常被人提及的一个叫做阳光政策 那记者问呃 这个韩国对朝鲜政策 在京大中的阳光政策之后呢 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李明博总理总统对朝鲜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那记者问李光耀先生 您认为这是明智的做法吗 那其实这个政策呢 一直在韩国如何对待朝鲜这个问题上 韩国政府呢 也是一直摇摆不定 那随着不同的总统上台 那对朝鲜的政策呢 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啊 反映出 其实说明了任何一种政策 对朝鲜似乎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啊 所以说才会反复的摇摆啊 那李光耀先生的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金大中的政策并不奏效啊 他认为效果并不好 如果是管用的话呢 那么这个政策就会继续的推行下去了 就是阳光政策 但是他不仅不他仅仅是让朝鲜赚到了便宜 那李明博政府呢 他的策略比较合理 如果给了对方面包 让他们确让他们反咬一口啊 不懂得感谢 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显然通过这样的回答 我们会发现李光耀先生呢 是支持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强硬态度的啊 而并不觉得这个阳光政策呢 会有所作用啊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 李明那个李光耀先生的分析呢 让我觉得有一个观点的非常值得大家的这个 包括我在内啊 值得大家的去学习的 特别给我比较大的一个一个震撼的看法 就是朝鲜半岛目前的局势 虽然给人感觉是个热点问题 是一个似乎悬在那里的一个问题 但是却是各方利益在权衡 在博弈的过程中维系的一种平衡 而这种平衡已经维系了几十年的时间 似乎目前的这样一种状态 才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一种状态 那到底朝鲜半岛的终局会是什么样子呢 朝鲜半岛有办法打破僵局 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朝鲜半岛吗 有这样的答案吗 我们谁都不知道 好那这一期的节目呢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一个分析呢 李光耀先生的一个在书中的一些看法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